明治天皇即位仪式上的两个象征撰文 雷夷今年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 正是从明治维新开始 日本迅速步入现代国家 被认为是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典型 在相当长时间内确实是唯一的范例 但在国家发展中 日本又曾步入歧途陷入军国主义陷阱 不仅给其他国家和人民 也给日本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这种发展与陷阱 明治天皇即位仪式上的两个象征已有隐喻 1868年尊王长仪成功 天皇由未尊而无实权 以便而为位至尊且仰实权 3月14日明治天皇在京都发布 五条事文 一 广兴会议 万机绝于共论二 上下一心 盛行经轮三 观五意图 以知庶民 以各遂其至 人心不倦为要四 破旧来之陋习 立即于天地之功道武 求知始于世纪 大振皇机 简单说就是天皇亲政 公义重论 开国和亲 吸收现代文明 明治天皇八月二七日 举行了明治天皇的即位仪式 与传统即位仪式 有两点不同 一是在亭前的深岸上摆上了直径的三尺六寸鱼的地球仪 另一点不同是改变了历来暗中国唐治服饰一致的做法 而按照日本本土的方式进行的 其照赤装 除了遵照天智天皇 知不朽大典为政 这种千年一贯的立文之外 新增加了根据神明天皇的创建以行大政的字样 即位仪式中的地球仪象征着对外开法 与国际接轨 政治方面于1889年颁布宪法 1890年11月29日 日本第一届众议院 贵族院开议 正式开设议院 经济方面鼓励工商 大兴实业 建立现代化工厂 交通通讯设施 并陆续将官营企业出售给资人 大大促进了日本现代经济的发展 在金融体制方面 统一地制建立现代银行 初步建立了现代化金融体制 在军事体制方面 考察学习西方兵制 主要是在学习土鲁 是军事的基础上 进行了全面的兵制改革 实现了武器的标准化和编制现代化 陆军已施团为基本战略单位 定有现代后勤体制保障 教育方面于1871年成立文部省 聘请西方学者参与教育改革 随后颁布了学制 等一系列有关教育制度的规章 兴办了现代的东京帝国大学 全力办好小学 强调教育平等 强制教育 初步建立了现代教育体系 1885年文部省颁布了大中 小学令和师范学校令 建立起完整的现代国家教育制度 极为仪式改变力来按中国堂制服饰 一致的做法而按照日本本土的方式进行 写照至中新增 根据神武天皇的创业已经大正字样 象征着与中华文化的脱离 回归本土文化 最重要的意义是神话天皇 长期以来 日本一直是佛教兴赏 本土神道不兴 形成了什么不分的传统 佛教胜于神道教 明治政府成立不久就开始实行神 福分离的政策 并一度强行毁佛像 烧佛金 一些寺院被撤交合并 在政府大力提倡鼓吹神道压制佛教的政策下 一直居于烈士的神道 对多年来占优势的佛教进行大反攻 1870年是明治三年 神道教被定为国教 第二年就对神社规定了祭祀费用 分为地方财政支出社和国库支出社 相社等级 1873年又规定了地方财政社支出的祭祀时 辅先地方官要以事实身份参加 开始了把祭祀活动 从皇宫内部的活动 改为国家事务的倾向 到1906年 更以法律正式规定了官 国币社的经费都国库开支 从此 神社便完全成为国家营造物 其社格 祭祀 神官的任用及其待遇等均由国家规定 也就是说 神社已被视作宣扬国家思想的道场 根据这种精神 全国各地陆续修建 那一批以天皇位计神的神社 在神的作为国教的前提下 日本国学与智识上早已成为日本文化 一部分的佛教 儒学再度复兴 这些思想 文化 都进行了国家主义边马 佛教提出爱国护礼 尊王护国 1882年 东京大学设立了古典讲习所 几年后东京帝国大学 那文科 在原有的史学科之外 又增设了国学科 1890年 明治22年 发表教育治愈 教育方向从自由主义教育转向国家主义 其核心是根据如脚的体制 树立天皇的绝对化思想 而臣民技术祖先 孝于父母 有于兄弟 夫妇相和 朋友相信 公俭十几 婆爱极重 进而广公义 楷世武 常众国县 遵国法 一旦有缓急之计 义勇奉公 正为我皇祖皇宗 赵国红了 树得身后 我臣民一刻忠刻孝 义照义心 事事绝己 此我国体之元素 实教育之本源 思道十五皇祖皇宗之一训 此孙臣民居应遵守 通知于古今不谬 失之于中外不备 在这种背景下 1889年颁布的 宪法天皇权力极大 宪法不是国会制定 而是钦定 修改也不许议会提出 而是根据天皇使命来进行 宪法中有关皇室的重要事项 也均置于议会权限之外 立法权原则上需要议会通过 但有许多例外 给天皇专行留下广泛余地 天皇长友统帅 外交 任命 授与龙点等大权 完全不容议会智慧 最重要的是 军队脱离国会的监督 作战系统相对独立于内阁 总参谋部直接对天皇负责 整个军事系统缺乏外在制衡力量 为最终走向军国主义铺就了道路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